亲爱的朋友你好,大家都是有缘之人,如果可以的话,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大清帝国的道光皇上很郁闷,拥有四亿人口,九十万场北军,一千多万平方公里江山的天朝上国被一个小女人领导的罪儿小岛上的罪儿小国给打了,被迫签下了不情不愿的南京条约。 这个小女人名叫亚里山德拉·维多利亚,后来被称为欧洲的祖母。 这个罪儿小岛叫大布列滇岛,全部国土面积仅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略相当于现在中国的一个广西省。 这个罪儿小国叫大布列滇岛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称英格兰,或于英吉利,全部人口仅四千万,陆军十四万。 加上用于内卫的国民军,算是有二十万的长北军。 身为帝国法人代表,道光皇上不愈闷能说得过去吗? 大清,一直以全球老大自居来着。 现在可好,突然从不知名的角落里,冒出一个不知名的英吉利,频频来大清国门口骚扰。 骚扰还不算,竟然带着撒瓜俩早的人马闯进来了。 闯进来还不算,还逼我大清签订一个什么老十字条约,使可忍孰不可忍。 这个南京条约,我们都习惯叫它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叫不平等呢? 签订的程序不平等。 用法律术语来讲,这叫程序不公正。 打个比方,即使您是出于好心, 比如要白给我一百万两白银,那也得经过我同意啊。 我不同意,您愣给,俺不接您就打,逼俺接了,那就叫不平等。 欺负人也不能这么欺负吗? 条约的实际内容不平等。 用法律术语来讲,这叫实体不正义。 南京条约,总计十三项条款,有割地,赔款,释放应求,赦免汉奸,大英与大清国体平行,五口通商,费除广州行商,制定新关税等多项内容。 这些内容如何不平等,还真不好摆扯。 蒋庭福先生曾经概括过,当时的大清不但不承认所谓的国际规则, 他的眼里简直没有所谓的国际的存在。 所以,大清所谓的平等,就是其他国家都得在他面前装孙子,都得三跪九寇,都得认大清为老大,否则不叫平等。 英国政论作家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句经典,所有的动物都平等,但有一种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而大清就是动物庄园里要求更平等的那一种动物。 要求不来这个更平等,对大清来讲,那不就是不平等了吗? 比如通商,虽然英国流行自由贸易主义认为天赋人权,自由贸易也是人类的天赋原则, 但是大清承认什么天赋人权和天赋原则呀? 他只承认天赋皇权与皇权绝对的原则。 比如闭关锁国,垄断贸易,明水之外交不完的杂水,那都是我天朝内政,你爱来不来, 来了还嫌俺不够自由,并逼俺一道根儿自由,成何体统? 买卖要双方情愿,非得与俺做生意,休也不休。 比如释放鹰球,我们古代有两国交兵不展来使的规矩, 可你这鹰球是俘虏,是放下武器的敌人,对你还讲什么人权? 更严重的是,大鹰与大清从此国体平行,官员平等, 召回上返出现道官皇上要抬戈两字的尊荣, 唯多利亚女王也得享受,中英两国官员文书往来, 也得按官职平行对待。 反了天了,大清立国二百多年,哪受过这等鸟气? 当时的江苏不证实李星元看到南京条约的抄本, 割帝,赔款他不怎么郁闷, 他最郁闷的是姨父与大皇帝并书这一条。 臣子郁闷,道官皇帝更郁闷, 堂堂的大清皇上, 轮播到与一个黄毛姨父平起平坐的份上, 这脸可是丢大了。 可怜的道官无缘看到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海军上伪兵和所住的英军在华作战纪, 如果他看到了,可能的心脚痛的, 因为这个英国大兵在作战纪的末尾洋洋得意地宣布, 没有人有足够的勇气否认中国已经俯伏在英国女王的脚下, 中国被一个女子征服了, 我运, 抚服还不够, 还抚在人家黄毛衣服脚底下, 道官皇上要吐血了, 老连往哪儿摆, 还怎么好意思皇上圣明? 事实上, 早在签订条约的三个月之前, 道官就开始屈尊, 不耻下问了。 他在杨威将军易经的折子上批了几条批语, 希望他的大将军能给他一个完满的回答。 有关英国女王这么个黄毛衣服, 他问得最细, 该女主年辅22岁, 何以被推为异国之主, 有无匹配, 其夫何名何人, 在该国县居何止? 这问题问得那是相当的弱智。 问题是, 这么弱智的问题, 不说已经回答不好, 就是全大清低时大富加一块, 也解析不出来呀。 大清遭遇大英, 那是机遇上了压。 这些问题中, 道官最纳闷的, 首先就是一副如何做得了异国之主这等遗俗。 因为大清国流行性别歧视, 母鸡不得私沉, 否则家国不兴。 道官不知道, 人家英国的母鸡私起尘埋, 并不比公鸡弱, 而且还用不着像中国的老母鸡武则天那般 竖着鸡毛天天与成群的公鸡们斗智斗狠。 比如维多利亚这只小母鸡坐上英国王位, 就很有程序, 很能拿到台面上, 很具英式风度。 英国在1701年通过了一个王位继承法, 规定王位继承者必须是新教徒, 该法还确立了长子继承原则, 和男性优于女性原则。 王位根据年长顺序传给已故国王的儿子, 如无子则传给女儿, 如无子女或后裔相隔很远, 则传给旁戚亲属或其后裔。 英国没有儒家文化, 没有宗法制度, 不但女儿可以继承王位, 就是女婿都行, 只要跟王室协同沾一点边, 就有希望。 更关键的是, 人家没有偷偷摸摸, 一切都是公开的, 在大家可以监督的程序下进行。 当然, 维多利亚之所以能混上英国王位, 背后也有所谓的国情原因, 那就是英国国王都得遵循一夫一妻制。 不但一夫一妻, 而且这一夫一妻还大都是近亲结婚, 导致两口子生养不多, 甚至不生养或者生养了, 但孩子有些毛病。 有那风流国王, 在外面和情妇倒是生养颇多, 且生养的孩子各个聪明, 可英国的王位继承没有私生子女的份。 于是乎, 英国的王位继承人不但候选人稀缺, 且这些候选人资质平平, 很难出现圣灵君主康熙, 乾隆之类的天朝国祸。 更严重的是, 说不定哪一天, 英国王位就轮到一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人身上了, 玩得很玄。 就说维多利亚吧, 她是与乾隆同时代的那个神经病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孙女, 由于自己的大爷大娘们包括她自己的父亲集体不争气, 不是枣氏, 就是巫后, 所以她就捡了个大笨枣, 做了英国的女王。 相信之下, 大清这方面虽然也有规则, 但它的规则让人感觉拿不到桌面上来。 早些时候, 中国隆敦传承 并行父私子及和兄中弟及两路, 这种继承法很不好玩, 有些乱套, 于是商晚期的统治者鼓道出一个嫡长子继承制。 后来, 赵匡印和她弟弟赵光义不信邪, 搞复古, 闹立出兄中弟籍, 后果很严重。 从此, 赵老大的子孙就没戏唱了不说, 老兄还死得不明不白, 民间多怀疑老弟拿着家伙把老兄给捶了呢。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狄章子继承制就非常好玩, 也有不好玩的地方。 比如, 朱元璋坚持狄章子继承制, 没有狄章子, 旧船长孙, 但是人家排在老四的朱棣就愣不服劲, 不服劲的结果就是取见而代之。 清朝入关前后, 由于是创业的非常时期, 所以这个王位的传承有些稀里糊涂, 贤规则可能是实力决定屁股。 到了康熙时代, 皇上觉得龙敦问题得有个说法了, 你说一家子在全国臣民面前你挣我抢, 你看我杀的, 推不好看不说, 还怎么好意思教育国民们人一礼之信? 所以就模仿大明的狄章子继承制立了皇太子。 结果问题又来了, 康熙儿子多, 大家都瞪眼守候呢, 皇太子也觉得不安稳, 于是父子之间, 兄弟之间开始了羊毛。 成乱的当口, 身为老四的印针浑水摸鱼, 居然当上了大清皇帝, 这龙已来之不已。 兄弟互相残杀, 血流成河, 不厚道不说, 还影响大国形象。 有鉴于此, 雍正想了一个秘密立储的办法。 具体规矩是, 现任皇上秘密写下接班人的名字, 置于专门的锦下之中, 藏于乾清宫最高处一匾额之后, 老皇帝驾崩前, 再派专人取下施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宫霞藏身的扁上有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正大光明, 这四个大字乃清十足, 顺致亲笔书写。 老实说, 把接班人的选定搞到见不得人的境界, 搞到被窝里, 库当里, 搞得鬼鬼祟祟的, 然后标榜正大光明, 这种自打嘴巴, 严重挑战民众智商与情商的事情, 大清王朝做得面不改色, 心不跳, 突出体现了中国政治阴阳两个层面的滑稽意味。 而道光本人混上皇帝岗位, 当然也不例外, 照样是正大光明, 偷偷摸摸地被老皇上亲钉下来的。 不过倒是侧面说明, 道光皇上能被选中, 好歹还算是因了资质上乘。 道光皇帝绵宁小的时候, 就因智勇双拳而身受乾隆喜欢了。 道光六岁读书, 先学四书五经, 后读真观正药, 自治通鉴, 圣祖圣训, 开国方略等。 一目十行, 京时通融。 不说学父五车, 至少有三车半吧, 不说住宿泼风吧, 但仅登基前的诗文就写了四十卷, 出版上中下一套的道光文选应该是没问题的。 八岁的时候, 具体来讲是1789年, 道光就出名了。 当年, 乾隆爷爷率领皇子皇孙们在木兰围场狩猎比武。 在校舍场上, 爱心觉罗, 年宁连发两剑, 两中靶心。 黄爷爷乾隆高兴地当场下狱, 小家伙如果连中三剑, 就赏其皇马挂。 小家伙不慌不忙, 张弓搭剑, 射出后又中靶心。 在众人的赞叹下, 小家伙收起弓箭, 跪倒在黄爷爷乾隆面前。 爷爷直夸着孙子不失满足家风, 并故意逗问他想要什么。 小家伙想要什么, 心里明惊似的, 但他常归不起, 就是不回话。 爷爷当然知道小家伙的意思, 宁随行人员诉上黄马挂。 由于事先没有准备, 一时找不到小马挂, 只好赏给小家伙一个大马挂。 乾隆皇爷爷高兴地将小家伙一把抱起, 这种异常的亲密也反映了绵宁的资质。 十年之后, 也就是1799年, 爱心觉罗, 绵宁被父亲嘉庆正大光明的秘密指定为皇位接班人。 32岁的时候, 绵宁又出了一次名, 当时是1813年, 天理交农民叛乱。 二百多乱民打进了紫禁城, 当时嘉庆皇帝正在木兰秋围, 绵宁先兴而归, 正在上书房读书, 文听有变, 急命太监取鸟枪腰刀, 在仰心殿下连臂两名乱民。 另有一种说法, 说太监与乱民相通, 递给绵宁的鸟枪内装的是空弹, 绵宁集中生智, 取下衣服上的铜扣作弹, 将翻墙的乱民击毙, 吓得其他乱民纷纷退下。 稳定局势之后, 绵宁做出如下动作, 吉草奏章, 非保护皇进门之便请醒, 命关闭城门, 葛禄官军入宫补贼, 之后供安抚皇母, 并令弟弟小心守护, 亲自带兵出宫访茶。 两天一夜之后, 绵宁顺利评判。 家庆皇帝回来后, 对皇子的家讲到了笔墨难逊的程度, 封绵宁为至亲王, 封其所使用的鸟枪为威劣。 除了精神鼓励, 还有物质奖励, 给绵宁发双份工资, 每年增加年薪1.2万两。 绵宁做了皇上以后, 最大的武功是平定张戈尔的叛乱。 张戈尔, 生于中亚地区的浩瀚王国。 这家伙本名何卓亚海亚, 尊称张戈尔何卓, 翻译过来就是世界的和平。 这尊称有些意思吧? 在大清眼里, 张戈尔的祖父们都是专职的地方恐怖分子。 其爷爷乃大和卓布拉纳敦, 其爷爷的弟弟乃小和卓祸极战。 张戈尔的这两个爷爷跟道光的爷爷乾隆对着干, 闹叛乱, 被乾隆灭了。 大和卓的儿子, 张戈尔的父亲萨姆克在大小和卓灭亡后, 出逃葱岭西边的浩瀚国, 清政府每年拿一万两白银, 让浩瀚国国王代位监视萨姆克。 张戈尔也算是继承祖业吧, 早年曾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留过学, 而阿富汗受英国的控制。 张戈尔呢, 接受英国人的顾问、训练和武器, 算是大英给大清培训的第一批恐怖分子了。 他从道光登基的那一年, 一直捣乱到道光十一年, 一八三一年。 道光动用了杨玉春, 杨芳等老将, 与张戈尔结结实实地干了几次硬仗,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把张戈尔弄到北京, 凌迟处死了。 道光比上祖宗们, 也算小有武功吧。 严重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说道光皇上无知无勇, 其实道光的资质虽然不可能超过他的爷爷乾隆, 但就凭上述这三件事, 怎么这也算是智勇双全了。 可是, 智勇双全的道光碰上黄毛衣服维多利亚, 资质再上乘, 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因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决定了国王是个白痴, 也不影响英国的国事, 其两党制和责任内阁制, 又决定了其实际的最高行政首脑, 必是全国最优秀的那个人。 这种体制极重的权势精华, 调动的则是全国的力量与资源, 不像大清, 仅是皇宫里挑个最优秀的皇子, 让他一个人忙活国际民生, 来对付擅长于满, 哄, 骗得重大臣, 做无私所谓的东方式的冤大头皇上。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道光关心的第二个问题, 即维多利亚有没有婆家, 就很可笑了。 英国女王有没有婆家, 与中英开战没有关系, 人家就算沦为老处女, 也不至于因为情绪郁曼而拿大清开涮。 英国女王有没有婆家, 更与中英双方的国力没有关系, 因为她婆家再能, 也不至于给她送原子弹当聘礼。 不过既然道光不时瞎问了, 我们还是得解释一番的。 事实上, 道光问此问题的时候, 丫头刚刚结婚不久, 正幸福地发晕呢。